香港政府打算从9月开始推行德育以及国民教育科 被批评是对中共政权歌功颂德 星期三一批少数族裔和特殊教育学生家长 也宣布加入联盟反对洗脑教育 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宣布再增加两个新成员 令总团体数目增到22个 关注特殊教育权益家长大联盟表示 他们服务的非主流学生本来就有认知障碍 担心受洗脑教育影响 进一步影响是非判断的能力 关注少数族裔的荣乐会者担心 盲目灌输所谓的爱国会造成种族歧视 我当你洗脑成功 所有学生都觉得中国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国家 最优秀的国家 而少数人不认同觉得自己的国家优秀一点 于是这个你想想会怎样呢 一定会造成一些无谓的冲突和口识之争 他们强烈要求立即撤回德域及国民教育科 另外大联盟将一周四向港府递交10万名签名 反对洗脑教育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那么